武魂殿曾经派遣两千名魂尸前往这座岛屿 试图收编那里的魂尸 结果却杀鱼而归 还折损了两名封号斗罗 小三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先回浩天宗一趟 将这边的情况传递过去 同时也将神将楼高送到浩天宗 请求大伯帮助他也练强大的暗器 然后呢 通过这次一千人血的战斗 我发现了自己许多不足 我想留在浩天宗修炼一段时间 为浩天宗增加一些攻击力 你回浩天宗一趟是必要的 但我并不赞成你留在那里修炼 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听您的 建议我是有的 只是 我却不想让你去冒险 老师 您曾经教导过我 面对越大的压力 击巴自身潜力就越容易 如果不早些提升实力的话 将来我们如何与武魂殿抗航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这么说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我的建议就是要你到一个会面临致命危险 从而快速提升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海神岛 海神岛是一座浑兽岛屿 如果你能够通过考验并成功归来 那么你的实力在各方面都会有长足的进步 但那里无疑是一个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地方 那里有人去过吗 武魂殿曾经派遣两千名魂师前往这座岛屿 试图收编那里的魂师 结果却杀鱼而归 还折损了两名封号斗罗 此后武魂殿再也不敢打那里的心思 武魂殿再也不敢打开 武魂殿再也不敢打开 即日起 册封四皇子雪崩 为天斗帝国太子 要不敢打开 快点 你 天道城进行恢复了瓶颈 但天道帝国和武魂殿之间的斗争 已经正式拉开了许多 我该如何去守护这份瓶颈